西奈半岛有多重要 为收回半岛 为何埃及甘愿与以色列和解 长久以来 埃及都把自己视作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 主动肩负起了领导阿拉伯世界 对抗以色列的重任 因此在前四次中东战争中 埃及不仅从不缺席 而且往往都是最卖力的那一个 但当埃及发现 武力收复西奈半岛不可能实现后 埃及总统萨达特 却突然在1974年 1978年被则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单独宣布与以色列和解 消息已出 舆论大话 埃及直接被整个阿拉伯世界所孤立 西奈半岛对埃及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 为何埃及宁可被孤立 也要与以色列和解 换回西奈半岛呢 西奈半岛是位于亚洲与非洲 结合部的一个楔形半岛 东西最宽约210公里 南北最长约385公里 总面积约6.1万平方公里 是沟通亚洲与非洲 红海与地中海的交通要道 在古代又被称作行军之路 其实从这个名字上也能看出 古代人似乎并不认为 西奈半岛有什么经济价值 的确 西奈半岛地形南高北低 并不平坦 大部分地区也都被沙丘覆盖 突然异常贫瘠 就连降水也极其稀少 因此直到现在 西奈半岛的人口也才不过60万 在古代就更少了 所以古代大部分国家 都只把西奈半岛 当作一条前往埃及的便捷通道 并不关心西奈半岛的归属 但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一切都不一样了 以往 欧洲船只前往亚洲 要么先绕过非洲的好望角 然后再从马六甲前往亚洲 要么就得在西奈半岛卸货 陆运到西奈半岛的红海一端 再装船海运 绕非洲好望角 需要多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可在西奈半岛卸货 又要多花不少钱 那有没有既省钱又省时间的办法呢 有 这便是拿破仑提出的 古运河计划 1800年前后 拿破仑在勘测西奈地区后 提出了一个早川西奈的 红北规划 拿破仑认为 当时法国已经不可能 在美洲殖民上 与英国竞争了 可如果能在西奈半岛 挖出一条人工运河 那么法国将在 亚洲殖民争夺陈中 想得贤机 就这样 怀着对殖民亚洲的渴望 拿破仑的后继者 在经过11年的艰苦施工后 终于在1869年 挖通了这条立在千秋的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已经开通 就成为了世界上最热门的人工水道之一 世界上最繁忙的海运通道 直至今天 苏伊士运河每年的通行量 已经达到了1.8万艘 运输的货物 更是占到了世界海运总量的14% 这极大的提高了西奈半岛的地位 要知道 以往西奈半岛的货物运输量很低 仅是地区通道 无足轻重 但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 谁拥有西奈半岛 谁就有了掐断苏伊士运河 进而威胁世界贸易安全的能力 也正因如此 埃及的西奈半岛 一直是英法的心腹大患 必欲占领而后快 比如1956年 当埃及宣布 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 英法就联合以色列 发动了第二次攻攻 英法以的战争目标 正是占领西奈半岛 但在美苏的强力干预下 英法以不得不宣布撤军 这次战争失败后 英法两国彻底放弃了 重返西奈半岛的想法 但以色列却依然觊觎着这片土地 以色列倒不是看上了苏伊士运河 而是看上了西奈半岛的缓冲区作用 巴勒斯坦原本是阿拉伯人的土地 因此以色列大一开始 就遭到用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抵制 阿拉伯人可以输一千次 一万次 但以色列人一次都输不起 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 也为了满足自己的领土野心 以色列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 以图起的方式 强占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埃及的西外半岛等周围 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 这下轮到埃及着急了 要知道 苏伊士运河对于埃及而言 远不止一条水道那么简单 人工运河可以收费 当时埃及每年都可以从过往传只 获得数亿美元的收入 这对于当时GDP仅有约 90亿美元的埃及而言 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虽然以色列占领西内半岛后 迫于国际压力 没有切断苏伊士运河 但有这么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 是可待在旁边 埃及人必然浅势难安 此外 埃及的人口 主要集中在尼泊河三角洲附近 而西内半岛 恰好就正对着这个三角洲 只要以色列人愿意 他们完全可以来运河 把西内半岛建设为军队的前行基地 这样的话 开罗将处在以军炮弹的直接威胁之下 而埃及在面对以色列人 也将变成一个没有纵身的国家 这是埃及完全无法接手的 一开始 埃及总统萨达特 还想着面子里子一起要 通过一场战争 体面地夺回西内半岛 于是率先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 可惜 当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开打后 萨达特发现 每当埃及推进顺利时 美国就会下场停火 拉天架 因此只要有美国撑腰 埃及就不可能彻底夺回西内半岛 这下 萨达特迷茫了 打又打不了 国土又不能不要 以色列正在西内半岛上建设定居点 时间久了 搞不好西内半岛真就变成犹太人的土地了 时间不等人 无奈之下 萨达特最终做出了一个保守争议的决定 那便是与以色列和解 以色列其实也有意和埃及和解 对以色列而言 阿拉伯世界中威胁最大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埃及 另一个则是叙利亚 第三次中东战争时 以色列人强占了埃及的西内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想要彻底打垮这两个对手 结果取消了 和第四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人逐渐明白 他们不可能长期两线作战 也不可能通过战争去终结战争 必须分化对手才能获得持久的和平 而和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和解 势必会引起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混乱 就这样 双方一拍即合 很快就于1979年签订了埃义合约 以色列与埃及达争和解 而埃及将逐步收回西内半岛 从埃及的角度来看 西内半岛是苏伊士运河的用户法 开罗的楔形城墙 承担着护卫埃及本土的重任 在无法通过战争打败以色列的情况下 为了尽快收回西内半岛 和解成了唯一的选择 和解让埃及达成了目标 但对于萨达特本人而言 和解的代价几乎是毁灭性的 此后 萨达特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他本人也与和约签署两年后不幸遇刺 但无论如何 无休止的战争和冲突 无异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和平才是最终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